我們走到海德工人 我們可以走 好好 傳說中的西瓜糖 歡迎大家歡迎回來薛漢洪哥 我們剛結束了各劇院的導覽來吃早餐啦 今天將會是雪梨市區探險的一天 我剛幹了一間船市 我們買個tour的票 可以在 各劇院底下的餐廳打酒店 到了這個餐廳 我很認真的看這個餐廳的影片 然後看了一下菜單 然後把這個tour的票拿在手上 然後我就忘記給他看 我們沒有打高 幹嘛 狂叫欸他們 好像換了一個位子出來出來看看 還可以喔 裡面應該是用卡式的餐廳 蠻好吃的 我們換了這個位子剛好在雪梨歌劇院和大橋的旁邊 只有有一隻虎視眈眈的鳥在我們後面 他一直在後面等著他 可以用給你吃啊 你在幹嘛啦 走開啦 我趕快吃吃 他剛介紹說 他剛介紹說 他這個上面有兩種不同的磁磚 所以 你看上面有紋路嘛 嗯 就是有邊 邊緣使用不同的磁磚 讓他 在太陽反射的時候 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感覺 嗯 我剛剛看是覺得有一些 比較黃對不對 對 比較黃 顏色不一樣 嗯 他說是故意要讓太陽照在上面的時候 會反射出一些 不一樣的光 比較美這樣 他那個屋頂那個殼真的做得很漂亮 然後有好多三角形 因為你昨天從飯店開始太遠了 嗯 其實看不太出來 就是覺得好像一片白色 嗯 印象中 以前看過介紹就是蠻美的 所以你要盡看得出來他 嗯 他有一個潑光的感覺齁 很溫度 嗯 嗯 真的造起來跟那個 帆船的感覺真的蠻像的 就是很適合在海邊的一棟建築物 聽看蠻漂亮的 很美 而且他說這次他是差不多1950左右 那個時候能蓋的 所以以當時來說 應該已經非常厲害了 嗯 當時的技術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可以蓋出這個殼 這個玻璃 這個水泥 他有說不同的時期 有在增加一些不同的建築的部分 大體是沒有變的啦 就是他的大架構是沒有變的 但是精細處會稍微 做小小的浮動的增加或改變 他說2022的時候 原本是沒有電體啦 2022在下電 嗯 我們剛剛整個tour大概 超過一個小時喔 他的那個介紹是講說 大概50分鐘那一個小時 可是他實際上我們遇到了一個非常熱情的 guide 講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講了很多很多的歷史 所以整個下來大概 一個小時10分鐘15分鐘有 嗯 那我覺得這tour很棒 因為那個蓋非常的有熱情 嗯 跟羅馬不一樣 哈哈 你到底想看嗎 對我們可以走 喔好 一路順著港口往南慢慢逛 我們很喜歡這樣走在一個不認識的城市中漫步 觀察路邊的人各自在忙碌什麼 可以更貼近深入城市的方式體驗這個地方 途中經過幾個工地 我們發現雪梨的華人面孔比例超高的 連工地的勞工朋友都有不少 比較起來在市中心的蘭嶺中 看到華人面孔的比例 這邊算高的 會有一種華人真的在雪梨已經非常非常融入社會的感覺 我們走到雪梨塔了 喔 還蠻高的耶 對 這邊還有精品街 有一堆精品人在這兒 還有對面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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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有一區精品超級密集的地方 在百貨公司的附近 有一種漸漸走到信義區的感覺 不過逛街的人潮是沒有這麼多的 我們走到海德公園 在市區其實是假的 就是晃一晃晃就是在到這邊 對 這個城堡很厲害 大家都往它走 所以去看看 什麼意思這邊 這個叫上好特別喔 應該當然有一些什麼故事吧 好 登登 這是我們前面超級悠閒的景 剛剛看到的城堡是聖瑪麗教堂 他坐落於澳洲第一座天主教堂的遺址上 他有很豐富的歷史故事 而且現在是雪梨大主教的所在地喔 噴水石旁邊的這個位置可以拍到很美的教堂照片 你是不是覺得這邊很像華盛頓景 對啊 很像紐約 華盛顏牛ss 身價在大學旁邊 那個 extrêmement大的幾路 大家會在川水池旁邊照相 會坐在春春市的聊天 對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公園 然後會在公園游泰 很多樹的這個地方 對 蠻舒服的 完全是Squared 在做的拱門有點像 對 而公園的這個雕像是用來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澳洲跟法國之間的聯繫 由一位法國的雕塑家來完成 雖然跟戰爭有關 但是雕塑家選了以和平為主題的神話組合 來展現傳遞訊息 下一站我們要前往Westfield百貨公司 雕塑家選擇 我還不習慣 指定要站 但是我 會跑到右邊去站 大家都站左邊欸 O&G 太空了 YA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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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一個紅油炒手麵 一個紅油炒手跟一個半炒飯 好 好 好 因為頂太風是百貨公司美食街的其中一員 一樣在櫃海點晚餐 都自己找位子做的那種 好 看起來超豐盛的啦 超多欸 超豐盛的啦 超豐盛的啦 看起來超豐盛的啦 超豐盛的啦 超豐盛的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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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動 在雪梨吃到頂太風太幸福了 我們沒有能等到紐約頂太風太露目 直接來雪梨的吃 吃完午餐繼續逛 深厚的The Queen Victoria Building 這個歷史建築 現在成為了百貨公司 裡面也有各式各樣的店 我覺得這邊的澳洲牌子還不少喔 可以逛 而且這整個建築超漂亮 超級適合停下來拍照的 這邊購物真的多了不得了 每一個地 接口 幾乎每一棟都是購物 然後每一個地方還不一樣 而且上面也蠻美的 好像聖誕節喔 好 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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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中的西瓜蛋糕 那你幫我開好不好 金拉丁很久的西瓜蛋糕 我們來試試看 真的是變西瓜 哇 它倒了 但我昨天跟你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說幹嘛不直接吃西瓜 沒有吃到西瓜 沒有吃到西瓜 因為它西瓜是一片 要把它切一段 很難弄阿 喔 所以我幫你切一段 喔你切下來切下來 會很怪嗎 不會很怪阿 好吃嗎 還OK 當作特產吃 還可以啦 但我還是直接吃西瓜 你知道嗎 它真的很扎實的一片西瓜 好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還可以吃西瓜 對啊 但沒有很甜阿 我覺得 沒有很甜阿 它就是想要吃甜甜的 又想要吃一個水 對 它有很融合在一起嗎 那它也還可以 但西瓜的味道很明顯 西瓜甜 西瓜的味道沒有被這個蓋掉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到很甜 所以我覺得應該沒有到很甜 志瓜ましょう 嗚呀 嘗試到了 我們到它的市政廳 剛查了一下這裡面好像用來辦一些音樂會 一個瞬間我們專業了澳洲的雜貨賣場 有點像家樂福的感覺 來買個水 給大家看一下椰子水和林卡可樂的價錢 兩罐將14.55塊奧比 我們好久沒有看到黃黃的樹木 在外面不會有地方葉子比較黃的 這邊很漂亮 這台好Q喔 這個是公車嗎 怎麼奇怪的公車 這個是新的它的一個塔 然後昨天woofer的事情說 他隔壁也在做 要做兩個這樣子的塔 他說兩個這樣子的塔 會是新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他說是一個tourist spot 好市區探險到這邊拉下一集 我們要前往蘭山看世界遺產 前兩集有雪梨晚上的活動和歌劇院的詳細介紹 記得去看喔 我們也下一集見